Last Man Standing 源于街头的一种足球赛制 每当出现入球 失球那一队就要减少一名球员 而采用这种这么刺激赛制的Nemars Juniors Five 早前就在香港举行 给机会一群球员发挥他们的足球天赋 每场比赛时限是十分钟 只要在比赛结束的时候 有最多球员站在场上 又或者最快将对方五人完全勾走 就为之胜出 最终赢家将会代表香港 去到巴西出战世界决赛去找尼玛 今年香港居赛时 总共吸引了161支球队参加 经过两天的激战 决赛是由力争为面的 虎联足球队硬坎南青 距离巴西只差一步 两队当然拼命去踢 不过十分钟之后 双方一比一打成平手 就要以一对一黄金入球决赏 虎联就派出赛过广超的李家俊 负责最后一击 在沙地比赛通常都是滴高的球 好踢一点 深明这个道理的李家俊 最后一刻都决定这样做 轻轻一下斗舍就为虎联赢得世界决赛的入场圈 很开心可以和我们这群人一起去巴西 见识一下 因为这群人我们很小 十几岁的时候已经一起踢球了 可以给予一个机会 我们一起出外一个这么远的地方 是真的很兴奋很期待的 其实临场压力不算太大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本身的心理质素 少做好一点 不会被压力影响了表现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一打一都是靠彩数 真的靠彩数去赢 当然入场的时候一定是开心兴奋的 最终容易去到巴西的话 我觉得更加完美 普联将会在7月出发到尼玛家乡 巴西圣保罗州的大普拉雅 在尼玛学院和47个国家 或者地区的代表 争夺世界冠军